大家好,我是小韩,欢迎来到明寒10亿 发面,你还在加酵母吗? 今天给大家分享老一辈发面的小技巧 不用酵母,也不用加白糖 简单又快速 不管是用来蒸包子或者馒头 保证个个都非常的蓬松暄软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碗中加两勺面粉 跟着,用50毫升的凉白开来和面 边加边搅拌 把它调成这种粘稠一点的面糊就可以 接下来,加入一汤勺高度白酒 继续用筷子搅拌 使白酒彻底和面糊融合 白酒一般都是用以饮用 很少人知道可以用它来发面 加白酒就是起到一个催化的作用 尤其是天冷,温度较低 发面速度慢 这个时候就要在面粉中加少许白酒或者糯米酒 放到温暖的地方 只需要发酵20分钟左右就可以 把它搅拌成这种非常细腻的面糊就可以了 然后,盖上保鲜膜 放冰箱冷藏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可以直接用了 要是赶时间的 长温静止三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使用了 第二天来看看,虽然经过一个晚上的发酵 面糊也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 然后,用筷子搅拌搅拌 这样可以排除里面的气体 接着,碗中加入300克普通面粉 把调好的面糊少量多次地倒进去 边倒边搅拌 最后,能搅拌成这种棉絮状就可以了 下手揉成面团 用这种传统的方法来和面 做出来的美食非常的香 而且,发面时间久 也不会出现发酸的情况 刚开始揉面,很难揉光滑 我们把它移到面板上 盖上一个大碗 给它静止五分钟左右 五分钟后,取开大碗 再来揉面 这样很容易就揉光滑了 把它揉成这种软硬适中的面团就可以 蒸包子馒头,面不能太软 不然容易塌陷 然后放入碗中 表面刷一层油防粘 盖上保鲜膜 放温暖的地方 饧发至两倍大 时间到,面已经发酸好了 看看,发了满满的一大碗 把保鲜膜撕开 出个手指,不回缩 里面满满的蜂窝组织 用白酒发出来的面 和加酵母发出来的 没有太大的区别 跟着,面板上撒些干面粉 把面移到面板上 好好揉一揉,排排气 尽量多揉一会儿 这样粘出来的馒头才比较光滑 跟着把它搓成长条 朋友们,视频看到这儿了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帮忙转发一下吧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非常地感谢 再把它分成大小均匀的小面剂 最后,取一个面剂 以外向内好好揉一揉 把它揉成一个小面团 再整理一下 像这样,一个馒头小生胚就做好了 全部做好以后 挨个摆入蒸屉中 中间适量留一点空隙 因为在受热的过程中 面会膨胀 盖上盖子 二次饧发15分钟 接下来锅中加入清水 把二次饧发好的馒头放上去 水开后蒸20分钟 时间到后关火 焖三分钟再打开盖子 三分钟后 快速地取开盖子 防止水蒸气滴落在馒头上 看看 每一个都白白胖胖的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而且 每一个都非常的蓬松暄软 按下去就可以立即回弹了 然后把它取出来 放入竹篮中 就这样 雪白松软的馒头就做好了 又大又白 看着就非常的好吃 吃起来 有一股淡淡的酒香味 嚼劲十足 蓬松又柔软 特别的好吃 一次性都可以吃两三个 我们用这种老方法来发面 既简单又实用 而且不会失败 一次性就可以成功 口味是有技巧 无难度 喜欢吃包子馒头的朋友 一定要收藏起来试试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我是小韩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